大家好啊 欢迎观看我们的钢铁熊音4 KR模组 美利坚太平洋国第二集啊 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啊 我们这个美利坚太平洋国也是成功打赢了内战 并且呢现在也是成功重建了美利坚合众国啊 那么我们在这一集里面又会发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 那么随着我们打赢了内战 是时候来选择一个国策了 我们首先选择支持公共教育 公立学校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 更重要的是 他们必须有正确的课程 我们必须要孩子们了解自由与民主的重要性 独立战争和国父们的精神 以及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恶 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未来 好的 到了1940年2月1日我们收到消息 对军工企业的审判 许多军火企业在内战时服务于美利坚的叛徒们 现在内战结束了 我们就会让国会召开听证会 来决定是否要让这些企业继续活动 在这次听证会中 他们要证明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不得也为之 或者只能被取消一切可能的经营资格 并让主管人承担叛国罪名 那么这些叛徒最有应得 反3K党法案 在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之后 总统和国会一直在颁布法律 来阻止3K党和他们的恐怖行为 而在维尔逊总统的任期内 3K党又一次重生 还加入了休伊朗这个暴军的队伍里 现在他们的叛乱行为 将使他们不会在美国 有任何形式的藏身之处 好的 那么到了1940年2月9日 我们又收到消息啊 对重型设备企业的审判 那么之后我们所有的审判啊 都会选择 这些叛徒最有应得啊 我不需要使用这些公司啊 我可以不用啊 好的 那么到了1940年3月16日 我们收到消息 平权修正案 该修正案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通过的第18修正案提出的 该修正案将允许妇女享有选举权 修正案将作为第19个修正案跟进 进一步保护美国各地妇女的权利 修正案内容如下 第一节 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不得以性别为由 拒绝或限制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 第二节 国会有权通过适当立法 强制执行本条的权利 第三节 本修正案自批准之日起两年后生效 根据美国宪法 它必须得到两个州的立法机构的批准 四分之三的立法机构 或四分之三的州批准公约 修正案会被通过吗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 是修正案通过了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支持公共教育的国策 同时呢 也获得了一个新的科研草啊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保卫哥伦比亚 西点军校 也占炮兵学院 本宁保陆军装甲学院 和其他的陆海军学校 在内战中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们必须保证 在内战结束的那一天 这些贵重的军事学校 就可以开始其重建计划 不然我们就只能回到 那个国民警卫队 保家卫国的时代了 好的 到了1940年4月21日 我们收到消息 同工问题 国会最近提出了一项修正案 禁止全国范围内的同工 第一条 国会有权限制 规范和禁止18岁以下的人的劳动 第二条 这一条没有削弱各州的权力 但州的法律运作 应该在国会制定的立法生效的必要范围内暂停 根据美国宪法 这份修正案必须要在两院 获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之后 还要再经过两个途径 才能正式从法案转为法律 要么通过四分之三的州长的批准 要么通过美国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才能通过 那么这份修正案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呢 最终修正案通过了 好的 几天后我们也完成了保卫哥伦比亚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军事研究 虽然我们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理论家 但我们不能一下子研究所有的东西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军事研究的方向 好的 到了1940年5月16日我们收到消息 美国的国歌 我们的祖国 美国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国歌 而这也成为了今天国会吵个不停的原因 各个预员们都希望能为美国选出一首 足够代表美国精神的真正的国歌 而我们的备选方案却有四首之多 他们到底会选出哪首呢 那么我们最终选择这个星条旗之歌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军事研究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军人权力法案 大量复原军人将成为内战后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应该建立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 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重新融入平民生活 好的 到了1940年6月24日我们收到消息 排华法案 在19世纪时 中国移民在美国备受歧视 他们不能获得真的公民权 也不能被认为是美国的新移民 而排华法案 则是在法律上确认了这一点 中华民国政府目前正在游说我方 废除该法国会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废除该法案或者继续保留该法律 那么废除该法案吧 哎呦到了1940年6月28日我们收到消息 德国被从使馆理事会中逐出 今天使馆城市公布局将德意志帝国从他们的议程中逐出并没收了其在中国的租建 这一剧烈行动是由于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全面下降 导致其在使馆城市中做出了艰难转变后而发生的 使馆城市公布局发布了一份解释性的声明 其中详细说明了他们的决定 声明指出 德国明显违反了北京条约的规定 他们已经不在中国扮演一个可靠的角色 德国人谴责了这一行动 帝国海军也可能会发动攻击 不管发生什么 似乎使馆城市在远东地区的维和角色已经失效 远东局势愈发不稳啊 好的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军人权利法案的国策 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科研槽啊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支持企业家 尽管共和党对资本家的纵容已经走得太远 但我们仍然必须确保企业得到政府的适当支持 反共同规章就是这条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好的到了1940年7月8日我们收到消息 劳工法 国会最近提出了一项法律 将首次确立联邦最低工资和每周最高工时 最低工资法规定全国最低时薪为每小时25美分 而最高工时则规定每周基本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 这些法律将被国会整合在一起 这意味着如果其中一个失败或通过 另一个也会一样国会会怎么办呢 那么通过该法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支持企业家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红色威胁 公团主义几乎摧毁了我国 我们必须确保他永远不会在自由的最后堡垒扎根 好的 刚刚收到的消息 这个提示框不小心被我点掉了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北边的凤天政府向南边的昆明国民政府劝战 可以看到昆明国民政府跟西藏结盟 而这个西藏呢 目前应该是这个西藏国民党控制啊 而这个北方的凤天政府呢 现在是和这个近系军阀 还有这个华东省联合 他们三个是一个阵营的 属于安国军 那么这场战争现在究竟会怎么样呢 可以看到啊 这个昆明国民政府还在和这个日本作战啊 而这个凤天政府呢 他只要和这个国民政府作战就可以了 他没有 目前他没有和这个大日本帝国作战啊 真的是这个不讲武德啊 这个张学良真的不讲武德 可以看到啊 这个昆明国民政府目前正在这个海南啊 艰难的抵抗这个日本侵略啊 而这个张学良突然间就从武昌 汉阳 荆州等地啊 向南方猛攻国民政府 那么亚洲的这场战争会怎么样呢 我国政府还会保持这个密切关注的 到了1940年9月26日 亚洲的战事已经让我们无法再忽视了 这个不讲武德的张学良开始从北方 全面进攻昆明国民政府啊 如果我们再不去帮他一把 这可能这个全中国就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啊 总之呢 我们现在啊 决定派遣一个师啊 由这个巴顿将军指挥的坦克师啊 派去帮助这个昆明国民政府 好的 那么到了民国29年 1940年10月10日啊 双十节这一天啊 这巧了 我们的志愿军已经抵达了昆明啊 考虑到中国情况越来越糟 给他100艘运输船和2000支步枪 看一下他会不会收到啊 我们预计很有可能我们的运输船啊 或者说他们的运输船会被日本人给击沉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红色威胁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海思守则 虽然每个人都喜欢时不时的看上一部好电影 但好莱坞肆无忌惮的道德诱鬼行为需要得到遏制 为了避免少而不移的信息在电影中传播 演员和制片人必须有严格的行为准则 11月24日我们收到消息 代价与回报 加拿大政府已与我们取得联系 首先他们祝贺我们赢得了内战 其次他们表示如果没有他们的干预 我们并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 虽然他们的行动并不完全是为了帮我们打赢内战 正式要求我们加入协约国 以帮助加拿大人实现他们的目标 作为回报 加拿大人将很乐意归还他们自内战开始以来 所占领的所有美国领土 虽然我们政府中的很多人都认为 加拿大的干预是非常宝贵的 但他们也质疑美国真的需要 现在就卷入外国的战争中吗 我们加入协约国 但不一定马上就会帮助加拿大攻击英国本土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海斯守则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美式公事公办 美国的工业是我国的支柱 虽然内战破坏摧毁了我们一度繁荣的商业部门的大步 但只要政府采取适当的行动 他们就能重新光彩照人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美式公事公办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推广社会保障 在内战的混乱中 各种令人讨厌的疾病在全国蔓延 我们必须立即开展一场公共卫生运动 阻止这些恶劣的疾病污染我们的国家 好的 到了1941年3月16日我们收到消息 海斯守则 电影新标准 好莱坞决定以美国电影协会会长 威尔海斯的名字 命名向新的电影界内部审查标准 海斯守则 这项立法既定目标是确保电影中的道德 尽管有许多人认为 这是一种避免电影中出现公团主义符号的方式 然而它的有效性可能有点可疑 因为许多导演都对这个守则表示毫无兴趣 他们会在尽量不破坏这个守则的情况下 来绕守则中的空子 我们表示不能再犹豫了 一定要重拳出击 好的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推广社会保健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移民法案 有些人可能会说 移民是我们国家的支柱 但我们不能并级乱投医 我们必须确保更多迁入的移民 是品行完好的人 通过严格确保移民们的教育 人品 我们将张开双臂 欢迎合法移民 并且打击非法移民 及边境走私 到了1941年 4月16日我们收到消息 绿野先宗 最近的电影绿野先宗 激发了公众的热烈讨论 它的著名之处 就在于它对色彩的运用 这要归功于技术色彩的创新 无论是观众还是评论家 都认为这部电影制作的非常成功 沿着黄砖路走 好的到了1941年4月22日 我们收到消息 陆海军联合标准通讯字幕表 内战时期的惨烈战斗 带给我们重要经验之一 就是提高前线的通讯传递效率和清晰度 且不应该让敌方过于便利的 截获我方的行动计划 和部队的组织情况 为此我们决定建立统一的无线电 军用字幕表 陆海军各自向他们的通讯部门传递指示 为我们的士兵们建立新的无线电呼号系统 如今这项努力已经出现成效 陆海军联合标准通讯字幕表出版发行后 今后的无线电通讯 在设计字幕时将使用以下代号 尽管加拿大与德国 早已开始使用类似的无线电代号体系 但是至少我们也终于实现了标准化改革 成功弥补一下 我们曾经在世界大战期间错过的教训 这将使我们在通讯领域更具优势 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恢复运作 我们国家曾经遇到过不少麻烦 很难扮演世界大国的角色 如今随着国内形势有所改善 美国正准备重新融入国际舞台 在我们的帮助下 这个昆明国民政府成功击败了 由这个山东狗肉将军张宗昌率领的华东省联合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恢复运作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自由放任经济 政府过多的干预只会妨碍重建 我们需要保证 在我们经济挣扎着从立战中重建时 政府没有过度干预重建过程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自由放任经济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反公团主义宣传 我们必须通过的首批立法之一 是新的反红色威胁法案 该法案将禁止任何形式的公团主义党人担任公职 那些以前自称有公团倾向的人 将被美国人民认为是美利坚自由的背叛者 美国永远不会变成公团主义国家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反公团主义宣传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道德教育 我们最好的学校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它是美国教育的骄傲 长青藤的名校可不是为了让那些 只为了在学校伤风败俗人待的地方 这些精英学校很有可能会孕育美国未来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确保孩子们正直善良 阿拉斯加已向国会递交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一州的申请 我们应该接纳阿拉斯加成为权力平等的联邦州 还是让他们继续充当联邦属地 那么阿拉斯加应该升格为州啊 这样呢我们的国旗上就又多了一颗星啊 非常好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道德教育的国策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介入纷争 美国也是世界舞台上的一员 尽管对加入外国联盟犹豫不决 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动用军事力量 消除世界各地 终将转上门来的国际威胁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介入纷争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民主兵工厂 木林政策要求我们在国家建制内 为未来冲突做好准备充足的武器装备 总统阁下倡导的民主兵工厂 由此应运而生 它将为其他国家推翻暴政 摧毁公团主义 提供充足的帮助 无论路途多么艰难 好的 又过了56天 我们也完成了民主兵工厂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增加军费开支 内战摧毁了美国的民运工业 但使军事工业成为一个相当有利可图的企业 虽然内战可能已经结束 但美国仍未成为一个不战之国 因此保持内战时期的军费开支水平 并扩大军费开支 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增加军费开支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战争债券 我们需要足够的资金来适当的打这场战争 而债券是一种流行的筹款方式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卡通 电影和其他流行媒介来推广它们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战争债券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重建军工复合体 由于大部分军工企业都位于东部 因此东海岸的国贼们互相斗争 导致战前美国军工产业的旧军需品和武器厂的毁灭 它们或成为轰炸机的高价值目标 或成为敌人长期防御的首选藏身之地 如果我们希望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投资重建军工复合体将是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重建军工复合体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新武器设计 M1加兰德是一款成功的武器 但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一样明显 为此我们找到了约翰加兰德 这款武器的设计师 并令其对自己的成果进行改建 在修改了枪管 导弃机构 和前描具的设计之后 我们认为这款步枪比之前更为致命了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新武器设计的国策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 选择哥伦比亚需要你 哥伦比亚 美国的女人象征 这位戴着红弗吉尼亚帽的女子 代表了美利坚建国以来所经历的自由斗争和坚信的自由理想 现在国贼已被镇压 暴军也被推翻 但是美国人对哥伦比亚的效力尚未终结 在战争云与笼罩在世界的今日 只有让全体美国人站起来 才能保护我们的美利坚和美利的哥伦比亚 那么到了1942年10月3日 哎呀 沈阳终于陷落了 哎呀 天哪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这个想当年我们刚到昆明的时候啊 这个昆明政府岌岌可危 这个张学良啊 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当美国人宣布参战的时候 这个张学良也是觉得啊 这个美国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啊 因为毕竟这个美国刚刚经历过内战啊 还在这个重建当中 想必对奉军也不会有多大的威胁 可是没想到啊 最终呢 这个沈阳还是陷落了 看来离这个奉天政府的灭亡不会远了 想必呢 这个张学良投降以后啊 这个南方的昆明国民政府啊 一定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好的 那么到了1942年10月12日 齐齐哈尔条约 哎呀 这个奉天政府 近习军阀 华东松联合 终于都被吞并了 哎呦 太好了 可以看到啊 这个奉天政府投降了之后呢 残留在前奉天政府上的这个日本军队啊 他就变成了这个孤立无援的状态啊 如果日本想把这些军队撤回去 那可能要想想办法啊 否则这些军队可能会全部留在这啊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哥伦比亚需要你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美国新纪元 在我们当选以来的周团时间里 我们为让美国再次伟大打下了基础 从内战中重建 需要时间 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向世界展示 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伟大的新世纪 我们也完成了美国新纪元的国策 同时呢 我们终于从内战中恢复了过来啊 非常好 那么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942年12月24日啊 那么亚洲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啊 至于这个欧洲的情况呢 可以看到啊 这个欧洲的情况已经乱到不行了 那么我看了一下时间啊 感觉我们这集时间也差不多了 在这集结束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 表示大家是想继续看 还是我们坐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一集 钢铁雄云寺 KR模组 美丽间太平洋国 第二集也就先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订个月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